大胆一点住进监狱房 亿万富翁的大壮 有别墅不住天天住到五星酒店 餐餐都是山珍海味 生活也是多姿多彩 偶然的一天 大壮看见隔壁房间路过一个美女 便盛情邀请进来谈心交流 过了一会儿不知怎地 美女哭哭啼啼地就跑出房间 只剩大壮一个人躺在床上 就这样大壮被帽子叔叔抓进了监狱 突然一下从人上人沦落到接下球 居住环境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大壮很是不甘心 只能自掏腰包然后重新装 一 一圈镀芯方刚做框架 中间来上几根红树焊接更牢固 再找大舅妈借点养老前 买一堆的房上格斯 把它牢牢地固定在墙面 包上环保铝木板更结实 靠墙的墙面贴软包 睡觉的时候更舒服 铺上松软的床垫 这里就是大壮彻夜长眠的床 二 床尾做组收纳柜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必须放上几本用来撑撑场面 装上开关和插座 关灯充电也方便 装上投影幕布 夜深人静的时候 大壮就能躲在这里看看小电影 三 来上一组大衣柜 上方收纳管教多发的棉被 下方全座挂衣区 再多的衣物也能放下 拿取一目了然 再来两个大抽屉 大壮的内衣裤袜全都放得下 另外一个用来存放大壮私人的小秘密 关上玻璃门 美观防灰尘 四 墙面埋入隐藏式水箱 装上壁挂的马桶 旁边装个花洒 大壮就可以在这里 一边体验催枯拉朽的尊贵享受 一边冲浪沐浴洗的香喷喷 装上玻璃门 干湿分离还保护隐私 五 装上爬梯合护栏 安全的同时上下也很方便 靠墙来个书桌 摆上电脑就能学习工作 学累了还能当餐桌 在这里吃上香喷喷的大碗牢饭 旁边延伸做礼柜 塞满啤酒瓜子矿泉水 平常也能一个人在这里小桌一下 六 装上地柜电磁炉洗菜盆就是厨房 劳饭吃腻了就能自己在这家餐 上方装上收纳柜 平时不用的调料和洗漱用品 全都塞得下 关上柜门就是镜子 监狱房这样装 大壮在这里改造的时候 就不用担心以后吃不饱饭睡不好觉 未来也是充满了希望 最后再来看看整体效果